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快速让企业专注到大数据和价值的挖掘 Advice 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大数据上的一些宠物 人工智能其实是基于大数据的基础之上 让企业如何具有策略的去收集数据来训练模型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或者是难点的不在于模型的建议 只是在于你的数据 所以人工智能跟大数据是息息相关 那么互联网虽然认为互联网可能是做链接 对物理的链接看出它跟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 它其实也不然 很多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过了链接的阶段 我们知道互联网其实是受着电脑受着人的链接 互联网是对物理的链接 互联网讲究的是对客户对于人的精准分析 精准的营销对人的这个个性化千千面的这种应用 对吧 但在互联网里面呢 我们会认为是对物的敏捷 那么不管是从灯泡 家庭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 GETAWISE 一些合作伙伴在互联网里做得非常不错 其实是做全屋的智能 你一回家之后 根据你的喜好 灯条的什么样的一个亮度 窗帘什么时候开开 什么时候这个咖啡机可以帮我提供咖啡 这些东西其实现在都不是 多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我们应该做这些基础的行为 整个全物的智能化和物言化 那么以及呢 对于很多的这种重心设备 它的一些这种链接之后呢 进行预测性的这种维护 进行这种地区 把以前的售卖模式 跟租赁模式的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 这个都是基于后台在大数据 民物智能对物料之类的一些 所以我们能看到 这三个合金技术 其实是一步可分的 那也算是一个非常合金的基础 那么AWISE上面 其实虽然说AWISE在2006年 3月份我们诞生的时候 第一款YS3 那个时候还是很多的 创业企业在使用 那么我加入AWISE是2016年的2月份 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 我就能发现一个趋势 我们每一次开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企业客户的数量 都不断地在增加 直到到今年 我们在中国举办了三场 刚才叶永也讲过 对吧 三场的这个相当人的这种大会 就非常非常多的企业客户 从金融行业 教育行业 媒体行业 到制造业 机械中工 便利 便宜各种企业的企业客户 现在开始在拥抱云企专 那么企业呢 其实它的核心 交通数据化转件 如何利用云计算 来出去互联网 人工之中的服务 帮助企业加上一个创新 好 拥有互联网公司的速度 能拥有一定的产业技术 和行业的lowhow 那么我们能看到是说 数字化转型 它的核心 其实是帮助企业进行三点的转件 第一点 是帮助企业的 在客户的engagement 客户的互动方面 增加客户的体验 改善客户的这种沟通 那么第二的话呢 是改善前面的流程 让企业运动更加效果 那么第三点呢 是积蓄当前的业务基础 进行全新家族的创造 那比如说像麦当劳 麦当劳是全球 大家都知道是快餐 可能很可能 我相信所有人都给他吃过麦当劳 那么它呢 在全球呢 就是将近30万多个POSE机的系统 以及说每一秒的POSE 交易都会进化后 将近14000的这种进化的交易 所以 麦当劳也是为了拥抱 多数化转型 将它的全球的POSE机器的后台呢 在移民中下 搭建一个转型的平台 与它的电商卡券 能够一切的系统 使用交互转通 增加客户的体验 在AdWise上 那么还有像POSE1 是全美的一个 all-in到AdWise一个银行 那么它在亚马逊的iPhone 就是我们的Alexa上面 构建了一个语言的服务 让所有的用户呢 可以在家里面通过语言呢 去进行它的整个的账户的 这种核实管理 可以做这些事情 改善了它们客户的多数方式 那比如在业务流程方面 像PINNER 它这个是美国金融金管局 它会管理的大量的这种 交易交易的这种在理商 包含这个政策公司 而且很多的分析员在它上面去做 它将90%的数据 签到AdWise上面 进行每天将近300 341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在这种管理和分析 可以改善了改善它的一些 performance 那还有一项在 辉利普 大家都知道辉利普做了很多的东西 其中一块呢 是它的医疗板块 那么它把它整个的这种设备啊 通过这种 AdWise的IoT的服务呢 连到了云上 以前的这些设备功能像 现在呢 全球的很多的这种用户呢 医院呢 可以把它的这些整个的拍的片子呢 传到人端 进行数据的共享 以及呢 可以让整个全球的用户 可以帮它去做分析 大大展现利用户的体验 等等 我就仔细讲到这一块 那么 那么其实亚马逊 这个公司呢 其实在数字化抗机上面 其实也做了 做得非常很多 啊 本身呢 我们都知道 亚马逊尼亚公司 抗产抗星之网啊 有很多的创新的产品出来 而且 大家可以看到 就说 有很多的这种 变速这个 一个创新的关系 那么我们能看到 像这种 一马机器人 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中国也有一些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现场企业 采用机器人 采用这个这个 这个文机 其实最早的 亚马逊 在它的整个的仓服 物流体系里面 去运运出来的 那么通过这些机器人呢 大幅改善了整个亚马逊的 整个的物流的体系和效率 那第二个呢 是Amonggo Amonggo 是在2016年 我们开放的一家 无论店 那让所有的消费者 在这个购物体验方面的赶上 不需要排队 也不需要买单 你就直接进去拿完东西 直接就走好了 你进去的时候 刷一下你的手机就OK 在里面所有的购物的过程 不管你是拿商品 还是回去放过商品 这些所有的环节 通过机器视觉 通过防感器 通过物联网 可以将人们整体的 在线下的 所有人的行程 行为 全部素质化 就像你们在店上那里 是一样的 当你拿了东西 拿了东西 就要走的时候 出门 你没有多久 你的走的时候 就会结账化 那增加消费的体验 实际上呢 很多的例如 超市还有排队 等等 我们的体验就会变得好 那最后一个是 iPhone一箱 那我相信iPhone一箱 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的 这个创新的一个产品 现在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Skill 大家会理解 Skill 就是它的一个APP 因为我们在 苹果时代 在乔布斯时代 我们的这个手机 创建了一个生态机器 大家通过的手机 去进行交互 通过触碰手机的按钮 交互 有很多的这种公司 建设自己的APP 在App Store里面 但是现在iPhone在全球 都已经有三万多的Skill 那么这些Skill 是通过语音的交互 来去驱动你的天气的查询 来去驱动你的航班 来去驱动你的这种 你的这种 你的这种精灵的账户的一些交互 都是通过iPhone来去做的 那么其实这个团队呢 其实就是以前在亚马逊做 那个Fair Phone的团队 大家都知道以前亚马逊的手机 好 我不知道有没有谁用过 杨马逊的那个手机 哪有用过 那手机上向不到一年 一年的时间左右 就下降了 杨马逊可以到什么十一年 然后 那就是那个团队 做出来来投 OK 这个可以放 这个是阿文公司 大家给我看一下 好 谢谢 这是阿文公司 大家如果有心思地上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比較便宜,或者微軟的網絡, 來上手的那個絲絲會有很多東西,可以在那裡 拿什麼東西你喜歡,任何東西你選擇都會加上手機的手機 如果你改變你的心思,就把它放回, 我們的技術會改變你的手機的手機的手機, 其实是怎么办呢? 我们用设计computer vision,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和Centrer Fusion, 就像你会在车部车装车们的自行车都叫它 我们叫它 就是walk out technology 一既你带下来,你快就言 当你离开,我们的就是walkout technology 加上你手机车了并违车, computer车轮回到开房席 你的收藏和收藏 ministerial and you can keep going amazon go no lines no check out no seriously 之前的事情是不是已经开放了 ok 大家如果有些人去美国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好那么 亚马逊其实在探机上面做的是非常非常多 我们看到去年整个亚马逊在整个研发的投入 是VAT加发为的总和还有多 大概在262亿已经 我们能看到亚马逊从2008年 每一年就24项服务的 就是a-lice24项服务的创新 一直到2017年 已经超过了1400多个创新的服务 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去保障 亚马逊的这样的创新的速度 我们其实因为这个内容 其实是可以讲大概两个老师的 但是我今天用一页简单 给大家做一个summering 做一个总结 其实博爱博多斯的方面 那么讲开了也是从这四个角来讲 那么其实杰斯·贝勒斯是亚马逊的创新人 他讲过一句话是 所有的创新 或者是说最大的创新 就是帮助帮助其他人获得成功 那么这几块怎么讲呢 在架构方面 其实最早的整个的亚马逊 他就大的变商 在3200几年的时候大家知道的 他后台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一个单级式的应用体系 所有的业务部门需要这种 后台资源的时候要去申请 非常麻烦 而且他的业务越来越快 后台的整个ID 已经很难去支撑整个亚马逊的一个体系 所以那个时候杰斯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叫很大的一个单体式的应用 去拆听能够越来越多的微博物化 把它每一个服务方式原则化 everything is API everything is service 那么把这个服务 不但是给内部的州的团队 自己决定要用后台 后面去把它封装 像S3 EC2 在2006年3月份 对外开始去使用第一款公布的服务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下降 GV服务化 是更加的灵活 更加的自主化 让企业充得更加低 而且使用更加电子 那么组织节目呢 杨马逊强调出两个披萨文化 也就是吃一份饭的时候 两个披萨 这个团队两个披萨 不要吃后两个披萨 大概在7到10个人左右 那么每个团队都反响惊慨 不是那么庞大的一个组织 那么每一个团队的目标都非常明确 以客户为中心 非常有主任务精神 这是组织结构 那么第三个呢 是文化 那么杨马逊 其实我进来之后 进来之前的时候我就了解 有14条例 我当时在想 不搞个三条 或者是十条 要搞14条 好 这个数字好像不是那种规整 但是呢 我进来之后呢 仔细研读了14条领导力 其实我们在招聘的时候 在推荐给员工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领导力都在里面去 会运用 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 会看 这些人是不是有ownership 对吧 是不是cosm of session 就是客户之上 是不是有主任务精神 是不是有backbone 不像很多公司 很多的这种 养工的这种领导 对吧 领导一讲完后我就不吭声了 杨马逊不是这样的 他还要坚持一言指线 而且在文化里面 除了我们这些领导力以外 继续鼓励 鼓励他们进行创新 在2014年的时候 建立了整个IQ影响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 其实的话呢 杨马逊是从客户 一切从客户出发 他叫walking the backwards 他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产品的团队 在发布一个产品的时候 或者开始研发 开始做一个产品的时候 首先 你去做一个新闻稿出来 我们叫twice release 一个新闻稿出来 这个新闻稿里面会写着说 我在哪一年哪一月 比如说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 我要发布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公司的领导人 对这个产品怎么评论 它的价格是什么样 它面对客户群体是什么样 以及它的客户 使用客户 帮它去证验的时候 客户怎么评价这个产品 当这个pice release 全部写好之后 我们会认为说 你对这个产品的用户群体 包括经纬还比较清晰 那公司内部的团队 开始恶心 开始开轮 开始找一个用户去继续测试 直到这些东西走完 我们才有产品 开发产品 所以这个pice release 可以从客户的角度来去做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组织架构是基础 那么机制和文化 可以大大放大我们的创新的效果 但是没有组织跟架构为保障 只有机制动文化 也是不可以的 杨瓦逊在过去的几年间 我们发现 刚才的报告 一直都在我的左手 上脚的位置 Advice 这个模拟相片 一直在讲的是 云子算的工业的厂商的一个排名 而去年的时候 还有很多的公司 十几样公司 到今年的时候 就剩六百公司了 对于这个市场 是一个门槛非常高 非常大的投入 要非常非常多的引发 在一个业务 不是很多公司可以去做的 对 那么这个里边的话 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司 有一家公司叫阿里巴巴克罗 大概在 左边的这个 靠右边的这两个位置 就是这个 离开这个象限这边 那么 最上面是Advice 那么它的同种是说 是这种Vision 是远见 它同种是出经历 好 我们看到 这个是2016年典型的时候 到2017年初 我们在美国大会的之后 我们的官方 讲的是 全球的Marchive 大概在2014.1 但其实呢 我看到 今年的6月份 刚才最新的一个 艾斯的 最漂亮的公务员 进行厂商的一个 最好份额 Marchive 在2014.1的一个 一个份额 其实整个的年收入平均收入 已经超过200亿 已经进行 全球 有非常多的企业机 客户 我就对印象了 你比如像刚才讲的 记忆客户口 我们的Marchive 各行各业 非常多 在中国 其实 可能很多的一些 我们在座的一些同事 还不是很了解 有一些是蛮清楚的 那么 其实在中国 我们其实在 除了我们的创业企业以外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企业的客户 比如说 在这种能源领域 我们的这种中国最大的 还有新能源的公司 和新兴科技 包含这种 在上海的原理能源 都是ADMES 非常非常重度的用户 那在美景方面 比如像东方明珠 像芒果TW 还是乌兰瑞士 也是我们的 非常重要的客户 那在这个快焦品领域 比如像萌牛 像这种小米 做手机的 像OCO 像这种 还做一种 我们这种监控的海仓 等非常多的这种企业 各行各业 所以我们在金融团业 我们也有很多的客户 其实我跟您讲话 一点 我们有一些没有分开在那里 ADMES在中国 就是我们建立它 谈到生态体系 就是我们有做非常多的 咨询的合作伙伴 我们在今年 在中国和歌琴 建设了战略的一个合作 那么有很多的咨询合作伙伴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logo 那从这种比较充足的 一些大的 这种 十周出马 普通 像很多新兴的 冠林 云果这样的一些 云区上的合作 通过提供云的咨询 服务 迁移 运队 帮助我们的客户 来做出他们的运动 那么还有非常庞大的 一个制裁比例 是在我们的技术的角度 我们去怎么看 去从企业经营用大数据 包含人物之能 具体压作 有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 像企业应用里面 晶蝶 晶蝶它整个的K3 Cloud 架构在Advice上 通过非常大的一个 Yahoo 后面我就第一讲了 有很多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好 那其实 Yahoo Advice 现在发展到今天 我们在全球 其实是有18个区域 那么一个本地区 是在日本 我不细想 它主要是属于另外一个 那主要有18个区域 18个区域 变化在全球 在中国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区域 那么未来 我们的香港区域 还会开 那么除了香港以外 在接下来12月里面 香港 巴林 美国政府的第二个区域 还有一个瑞典 它的一共是四个区域 是新的区域 每一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数字 上面其实一个区域 表示 在当地 我们是建立了 这个业务 而且一方面 是在延迟上面 服务周边的企业 另外一方面是合规 很多的这种 国家的一些 传统都还一样 那么这些数字代表的 就是我们 里面有多少个客户区 每一个客户区 是一组数据工夫集群 好 间隔五十到七十公里 大概延迟算好了 可以完成统统的在这里 亚本家一个Lias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丰富的一些服务 不管是从底下的 这个存储网络计算 还是到我们的大数据 还是到一些开发 divots 还是到我们刚才讲的 物理网方面 多很多现行的服务 大家可以去使用 那么除了以外 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marketplace上面 也有很多的这种 第三方合作伙伴的产品 在安全 在这种悲愤 在避安工具 在divots 很多的产品 以及亚本省 非常非常多的完善 一个我们的 基础区分的团队 才配合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还在看 比如说我们去看单独的大数据的服务 或者单独的我们的这种虚击 网络 很多的这种云计算公司 或者这种耗通云计算公司 还在讲 还有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区别的服务 其实呢 我们认为呢 现在在整个的整个的云计算 或者新兴计算的趋势里面 其实大家都在往这个四个方向去转型 或者发展 那么第一块呢 就是在计算里面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 从它的这种EC户或者计算本 一起开始去使用更多的微微物化 基于这种Docker 基于Docker 那么基于屋服务器 这样一个计算的机器 它将近它的一些认为成本 增加它的一些敏捷速度 那第二块呢 从单一的大数据的服务 延续到整个的数据户的大数据户的分析 还有这种人工这种 区域学习的应用 以及呢 不光是互联网 已经延续到一些电源的计算 那么在计算这个领域里面呢 即使Advice呢 也会提供非常丰富的这种资源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种 虚极和合成度以外呢 就是说 在容器方面 我们有ECS ECS 即使KBIS的通往服务 或者Advice自己的ECS这种服务 所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 应用 解决方案 微服务化 完了以后呢 其实Docker 在Advice上去运行 不管就从整个的这个编排 还是资源的占用 还是先从另外一角度来讲的话 它提高的效率 那么以及呢 像Docker 其实很多的这种 传统的软件公司 或者是一些官网公司 他们都会构建自己的Docker 团队 来加快整个它的开发的进程 和别的版本 在Advice上面 从你的代码的构建 在整个这种开发的过程 它整个开发的过程 以及到它的发布 到它的这个AD测试 滚动发布 蓝力部署 等等一系列的技术 我们都可以在平台上转成 包含这种无服务器的架构 Lambda 你就必须要在管理底层的什么 这种 HA 底层的数据库 或者底层的这个 服务器之间的这种 协作 或者是调度 都不要管理 你只要把你的代码 嵌入到Lambda里面 它自动会帮你管理 底下所有的业务 服务器的去算 那么在 数据服务这方面 其实 羊老虎Airbiz 其实也构建了非常全面的大数据的服务 从你的收入数据的一开始的这种 采集 转化加载 到存储 再到它的这种分析建模 这一系列 我不细讲 里面进行某种服务 那么 从采集那个数据 都放到我们的S3上面 放到S3上面 从S3抽取出来 或者是被请内部 通过Redshift 和我们的一些Metern Learning的一些工具 进行建模 做一些这些大数据服的一些 创新跟一些服务 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这种企业 都开始做这件事情 不管在工业领域 还是在这种连出快销领域 都开始做这件事情 OK 后面提醒我时间快到了 我讲快速 OK 原本智能这一块 大家最近比较热 就是说 Advice 除了提供 底层 追撑人工智能的数据 和基础概要 我们提供 除了CPU以外的GPU 那么 Advice 还构建了一些技术平台 让很多的这种数据科学家 在做人工智能建模的时候 会非常方便 大大降低它的成本 那从数据的抽取 平台的这种数据的存储 以及在上面的这种模型的建立 可以整个可以保通过一个平台转 以及多个模型在测试的过程中 按照不同的权重 和不同的测试 来去优化它的模型的准确率 可以叫AIOPS 那么还有群众学的一些框架 对 那么多联网这一块 就是说 不管你前过去GLAWRA 还是MVILT 还是GWIFI 那么通过网关的转换 可以连接到 Advice 的无量的同开里边 通过我们在里面的模块 进行安全的认证 那么 以及是通过我们的设备网关 和后台的 我们的Lambda的规则 去驱用后台一系列的 分析的 和处理的一些服务 而且对于一些明显的设备 我们通过设备点子 可以去控制和管理 我这个就不讲了 在安全方面 其实在前几年 很多人还是探索说 有一个很安全性 其实我们都认为 其实预算是 以你的数据工程 构建起来更加安全 因为大家投入了 非常多的研发 和资金 今天我们在前准备过 非常非常多的 安全的认证和方案 其实我们知道 在今年的3月份 整个的欧洲实行的GDPR 跟数据点子保护法 很多的企业都非常的精黄 说我们要赶紧合规 否则的话要找找方案 那么 有很多的企业找到Advice 通过Advice 但是在中国 我们其实也通过了 Honwap2的3G等网 来让一个安全 这也是一个 看来讲到 大数据 人工智能 我们还讲到 物联网 这是一整套的一套 基于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分析的架构 刚才我也讲到 在与预算机场 这三个服务 其实是互相预算的关系 具体我不细讲 大家如果想进去 可以拍拍照 后续可以跟我联系 我可以让大家 这个详细 那么在企业创新里面的话 我们能看到 很多的企业很迷茫 主要我要继续预算的创新 我要做转型 怎么去做呢 其实我们能看到 它有很多这种趋务力 不管是说 你要越来越紧接也好 还是说我要去做 很多人的部署 还是要做一些栽培系统 还是要做一些栽培系统 还是要做栽培 做互联网 或者是我要出卡 其实大家从这些角度去看 虽然都是预计算 就是企业上的 或者拥抱人员计算的一些切入点 而且有很多的企业 它有很多的实际的 这个上涨的一些动力 比如说它那些 主动的计划到期 比如说它有正机成本 它在这个栽培化转型里面的时候 当前的基础设施很难去确保 它可以去完成它当前的这个握油 以及在这个栽培公益整合上面 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因素 我们发现 其实一些企业在做转型的过程中 其实一定会涉及到C-level的高速 其实原计算的转型 不简单单 是一个把一个利用系统放到原上 就要转型了 它其实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战略 那么把传统的这种企业的模式 勾引在原上 进行更加敏捷 更加创建那些服务的创建 那么这里面有几块 一个是企业内部的这种会与员工的培训 还可以要形成这种企业容忍错误 让企业去试错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以及帮助企业建立营计算的一个 卓越人机和团队 这个都是最重要的几方面 那么在这种输出化转型的阶段里面 我们看到其实企业基本上都会沿着两条主线去完成 一方面是将现有的应用的服务迁移到云上 我们叫做卸下技术的欠战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能看到是说 企业你的所有的这种很大量的那种小机压 发展的设备其实会每年都会有折损 那么而且对于企业的一些创新发展 其实会有一个阻碍 另外一方面是云原生的一些技术 就是进行创新 利用云计算符合快速控制 好,这两条路 OK,我两个案例我都不讲了 好吧,最后一页 就是云计算符合在两个对话 这个讲的有点悬 万物归一 企业人一定会建设自己云计算的团队 在统一的平台上面 当然周边都有它的生态体系 比如像我们的Q-9 包含一些存储的厂商 包含一些栽域的厂商 会有它的一些生态体系 但是它会以云计算的一个平台为主 就是万物归一地 不具对平台持续上行 那第二个是文化 好,那企业和传统的传统企业的速度 将会在云计算上获得更快的领绝的速度 我今天有项目 我今天就可以启动机器 今天就可以做测试 就跟以前我在很长时间采购油虫 就不太一样 而且更加的质量 我不用就停掉 自由的话是说 不管你是到全球的业务 还是在你当前的业务的扩展方面 都是可以数分钟就完成的 不需要整数个月 那么它会非常灵活 当你的业务 在双十一用特殊的之后 你可以同时起一百台一千台机器 当双十一结束了之后 你可以还用最能来的施查一台机器 那么可靠性来讲的话 其实它在 可以看到在全球亚马逊 也是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些合规 那么在整个的固件安全体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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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